制陶文化历史悠久的英哥地区 有祭拜陶神的习惯 早年由不同的窑场轮值来安奉 但随着陶瓷产业的没落逐渐被遗忘 陶神只能够占据在土地宫庙里 而在里长王福来和福星宫庙方人员的协助下 将陶神安居在庙宇的偏殿 让民众来参拜 一直没有正式庙宇的英哥陶神 终于有了新家 英哥福星宫将偏殿的空间整理出来 安奉陶神 未来等经费充足 就会在整修环境建成新的陶神庙 陶神对我们来说是很好 我们要慢慢给它花样光大 但是暂时就换这边 我这边整理漂亮一点 也算还是不错的地方 过去英哥制陶产业盛行 都会供奉制陶祖师爷 落明先师 由各窑场轮值安奉 但随着产业没落 祭拜陶神的传统也渐渐被遗忘 只能够占据在土地宫庙内 以前开始的时候 都顺轮流的 好像裸柱一样 轮流轮流这样子 每年都换 换那个不一样的人 后来好像这个 好像比较 没落一点 所以一直就供奉在这边 由于福星宫历史悠久 加上偏殿又有闲置空间 经过各界协商之后 决定将陶神安置在这里 未来等经费充足之后 将会修建庙宇 让参派的乡客们 认识英哥的制陶祖师 陶神罗明 新北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在这里 这首尾前 很多尾前